這個問題就很重要 可以讓你potential的customer 就瞭解這種 utaneous field of using your product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點是 Mark他自己也提到一個true story 就是說 他之所以會做貓的演變是 是因為他有一隻貓 然後因為生病 但是他不知道 然後貓又是一種很ㄍㄧㄥ的動物 然後所以他就那隻貓就 到最後好像是截肢 他就覺得實在是不行 他也因此而做了這個project 就是這三點就是 tech line 然後有一個story 有一個video可以讓使用者 瞭解這個情境 再來就是一個true story 就是怎麼樣可以把一個 Howard product put into your consumer's head 這個早上 我覺得還真的蠻不錯的discussion 如何醫生